字幕提供 等一下等一下這個有問題 這個 不可觸碰 小黃文不可觸碰 好吧 其實我今天沒有講很多 對吧是你們在講 上一次的那個什麼 房式文雄寫的那個東西還沒結束 應該要看那個 應該要聽一下吧 因為他上次在講說那個 他上次的那個故事是在講說他 如何破處的 男生如何破處男的 幼稚園是不是 不是幼稚園啦就是他的隔壁學姊 隔壁的鄰居姊姊姊 然後一直吸他 雞雞之類的 對啊 好吧 上一次的是那個一直做菜的那一集 對啊 上一次就是那個 上一次好像就是他 他那個什麼 就是圓嬌嘛 對 一個懷孕的女孩子 然後他又餓了 然後又收東西給他吃 然後多給他幾千元這樣 後來不是給兩萬嗎 好像是兩萬對我忘記了 好 最後我們用那個什麼 還是 服務大家一下 我把它唸一唸 雖然已經 兩點五十一分了 三點 對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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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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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一主角的女友 喬莉是個像貓一樣的女人 是 我已經快會背了 二 喬莉聽說主角在大學時 原教過一個叫成慧的巨乳妹 三 喬莉要主角解釋他的處男 是被誰奪走 所以這一次是要講 處男 對 你說你的第一次是在小學五年級 你這麼早秋 冷靜點喬莉 先把盤子交給我洗 而且小學五年級會波及很正常 我國三才來月經 有點太晚了吧 女生這樣太晚了吧 有點太晚了吧 對啊 有什麼好比的 事情都真的是這樣子 那個女人到底是誰 不要嫉妒 已經是過去了 不 既然我們都是成年人 當然不會糾結一個男友 第一次是不是給自己 我只是覺得不公平而已 什麼不公平 你這麼早就有經驗 我就是25歲才遇見你 是啊 我好光榮喔 25歲遇見算那個嗎 好吧好像有點晚 不過我38歲都沒經驗 所以應該也還好啦 對啊 你是不是不相信 沒這回事 沒這回事 蛤什麼 對對對對對 這天有唸過 剛剛那個留言區有人提醒 是嗎 喔對齁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這邊就是講料理 喔 真正交和在下學期的時候 OK好 所以這邊唸過 趕快跳下一個 第 有嗎 等一下 我怎麼忘記了自己有唸過這個啊 對啊 6 666 666 666是 666是魔鬼的那個 沒有 很多6是那個 大陸的講很厲害的意思 6666 叫很厲害的意思 666不是 666不是魔鬼的標誌 666不是魔鬼的標誌嗎 沒有 3個6是魔鬼標誌啊 可是如果你一直狂講6 就是在大陸用也是很BI的意思 唉 好嘞 喔 應該是這個吧 對 以前 以前我看過一部叫做陰陽師的電影 劇中安倍晴明對剛見面的 袁伯雅說 難道我的臉真的跟狐狸很像嗎 然後他的笑臉真的好像狐狸 欸 這根 這是那個東西的後續嗎 奇怪 超級狐狸 像猫的女人 像狐狸的女人 像狐狸的女人 那其實也像狐狸的 完全都是那種動物 全部都動物化 對 對 防飾文雄很喜歡用女人來形容 動物 動物形容你 OK 下次來一個樹懶 樹懶 都不會動嗎 而靜靈這個女人 就像狐狸 不是指狐狸經過個性狡猾的負面值之類的 而是她的氣質與外表真的有點野生狐狸的感覺 這女的臉應該很尖吧 是不是像那個阿福的媽媽 狐狸啊 狐狸啊 國小五年級下學期 我一如往常在放學後直奔進靈姐的家 那年代 平風淳朴 只有小孩在家也不會鎖門 所以我門鈴也沒案 就直接進門了 打開靈姐的房門 就看到她還穿著學生服 坐在書桌前念書 你來啦 她轉頭說 靈姐只有在念書時才會戴上原式的眼鏡 一看到我來 她像是暫時從課業壓力中解放般 鬆懈地露出笑容 然後把眼睛摘下來 眼鏡摘下來 你先去洗一洗 靠北 麻的 好 自從靈姐 自從讓靈姐口交過一次之後 我就難以拒絕那份快感 靠 只要跟靈姐獨處 就會玩起這秘密遊戲 很正常啊 正常個屁啊 是這樣嗎 我也養成 因為 用感真的很正常相信我 真的正常 好吧 我不知道啊 我沒有這個習慣 等你有習慣就知道拒絕不了了 我也養成習慣到她家之後 就脫下褲子進浴室 洗乾淨之後再回到她房間 鎖上門 呵呵 急成這樣 那時只要有靈姐的氣味加上鎖門身 我就會勃起 就像是巴弗洛夫古典制約下的狗 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啊 什麼媽啊 我不知道巴弗洛夫古典制約下的狗 呵呵 真是有沒有煩 你知道 好高聲的狗 這是狗啊 這是姐姐養的狗 真是 他的雙手 有夜夜泡的茶嗎 蛤 夜夜泡的茶 他的雙手包覆我 那躲起 但能嬌小 尚未吞皮的青色陰莖 哇 撫摸助身與淡黛 淡黛 淡黛 那滑順的觸感讓我忍不住顫抖一下 看著我的反應 他賊笑的眯起雙眼 回想起來 國三的靈姐 並不算有什麼大美人 是吧 你看阿福的媽媽 真是 他搞不好年紀都很正啊 被阿福的媽媽滾 會有感覺嗎 真是 身材也尚在發育 但國小五年級的我 來說 卻是唯一的性感女神 我們到床上去 他坐到床上解開襯衫扣子 鬆開那樸素的白色胸罩 讓我躺在他懷裡 就像抱嬰兒一樣 我崛起嘴來 吸引他那比棒球還大一點的廚房 呃...什麼 廚房 比棒球還大一點的乳房 石頭快速舔弄桃紅色的乳頭 同時伸手搓揉另一邊的乳房 靠北 沒有你要噴那個C的聲音 C的聲音 啊 他左手撐起我的後腦手 右手上下爐動我的小弟弟 欸等一下音效啊 這什麼音效啊 要搭配那個ASMR的麥克風 觀賞我那難耐快感的表情 說我這樣很可愛 這是我們嘗試好幾次之後 特別覺得安心的姿勢 像是聖母哺乳般的安心感 右手卻淫味的套弄了小弟弟 好靠 靈姐變得很熟練 知道我能讓我舒服的力道 還為了不讓我太快射出來 每隔幾秒就停一下 這過程可以持續到十幾分鐘 讓她的虎口真滿我的前列性意 靠北 靈姐 我想要 我懇求她讓我射出來 她探頭看一下時間說 很好啊 又比上次久一點啊 現在就讓你射出來 靠北 然後她加快手速 啾啾啾 喔 我的更扎實仙 在我衛長毛的下部副上 敲出啪啪聲響 啪啪聲響怎麼啪啪 成就感是啪喔 撞擊聲 我感覺我的小弟弟 腫脹到前所未有的極限 就像要破籃而出的公牛 我不自禁的踮起腳尖 向後仰起頭 讓嘴邊的奶頭溜出嘴 胯下肌肉一鬆 呃 嘻 要搭配那個半瓶醋 嘻 靈姐驚呼一聲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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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驚翼噴到她的臉上 她抽取面紙 擦掉臉上 還撒落在我肚子上的驚翼 驚訝地說 你昨天晚上有滋味嗎 有 那還能射那麼多啊 嘶 白天在靈姐家射過一回 夜裡會再回想靈姐的肉體 滋味一次 她把沾著驚翼的面紙包好 丟進垃圾桶後 脫下內褲 張開大腿 接下來換泥 靈姐早已興奮的枝翼横流 那特有的雌性氣味扑鼻而來 我巴倒她 趴倒 我趴倒她雙腿之間 雙手掰開大鷹唇 欣賞那粉嫩玉滴的花蕊 就像可口的蘋果派一樣 有點酸酸的捍衛 呃這聽起來有點不舒服 真是的 我討厭 沒有我討厭捍衛這個字 你知道嗎 捍衛戰士 捍衛任務 沒有因為我自己平常 就是那個什麼 比較 比較臃腫一點 所以只要像最近夏天很熱啊 然後出去都 我都很討厭自己流汗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對捍衛很不爽 如果只有捍衛的話 那已經算不錯了 我聞到捍衛 我一聽一看到這個字眼 我就覺得有點不舒服 你知道嗎 因為有一些女生 他下面可能不只有捍衛 有尿味啊 相信我 對 絕對不是只有捍衛 對 絕對不會只有捍衛 女神 絕對不會 女神的那邊絕對不會只是香的啦 這是夢想 你知道 正 沒有就是正常 人啊 他就是人啊 對啊就是人啊 本來就不可能 而且也告訴你 不同人還不同味道 好吧 有哪個人天生是香的 對啊 這很正常好不好 所以就是要洗一下吧 你看這一點就是問題 他叫男生去洗 為什麼他自己不洗啊 你知道嗎 為什麼要這樣 這是很正常的問題 你知道嗎 對啊 他也許沒有想過要這樣子啊 可是為什麼你看 為什麼很多 不管你去 就像你去看 你看電影 預言交換幹嘛 已經叫你先洗澡嘛 找你先洗乾淨嘛 我跟你講 事實上A片在拍的時候 他們都會先洗過澡 我想應該也是啊 A片拍時間他們都會洗過澡 我想應該也是啊 不然多不禮貌啊 對不對 是啊 OK 算算了 我不懂為什麼那個情色文學 至少在情色文學對我來說 我不太喜歡看到 尿啊 糞啊 對不對 汗其實我也不太喜歡 汗已經算還OK了啦 尿糞真的不好 汗還可以 好吧 生蛇品嘗像海水般咸咸 噢靠 經過這段日子的指導 我只能 我之前只能用手指揉櫻河的方式 讓他高潮 但慢慢掌握到技巧 終於能用嘴巴讓他高潮 我又舔又寒又是吸 上通櫻賦下達會� 哇靠 什麼鬼啊 哇靠 什麼鬼啊 鳳梨的小櫻褚就像山脈縱狗 我的舌頭就像礦工一樣開採的一乾二淨 草 畏居上位的櫻河 就像鼻泥天下的女王 適合頂撞我的鼻頭 適合被我的舌頭鬥的發抖 那邊會發抖嗎 真的是 我不知道 是你挺陰地的時候 整個人會發抖 不是陰地發抖 陰地發抖 陰地發抖就是那個鎮 鎮 鎮 讓你說你看那個什麼 GD3還是G什麼的 那個AKB那個 GD3她是抽絮阿 她是被弄到她後來就有點 你停住以後她就是在本地 她就是突然間趴在那邊一直在 整個身體一直在抽阿 那應該就類似抖的意思吧 還是讓她癲血發作 沒有那個 對啊應該是 那個就是快感吧 那之前有 之前鸚鵡跟我講說 那個什麼 有女生跟她講說可以裝這樣子 對 好 林姊發出甜美的聲音 雙手緊壓著我的後腦 那是她即將高潮的暗號 我照她所教的 更快舔弄鷹河 我忍著舌頭的疲憊 這時候不能停 無口氣 OK 必須一鼓作氣才能夠把她推到頂峰 終於 在她高潮的同時 雙腿緊緊夾住我的頭 把我嘴巴擠扁 我靠 鼻子埋在陰謀中 等她跨越了快感之後 才捨得放開我 你真棒 以後一定能夠讓女生愛死你 哇 林姊這句話像是勾起我心中的一陣涟漪 讓我望向她臉紅氣喘的表情 但那雙高潮後我泛紅的雙唇 不知為何 比她的一步更吸引我 我上前想親她的嘴 她卻擋住我 不行喔 不可以親嘴 我想是因為你剛剛親過那邊吧 哈哈哈哈 林姊有著奇怪的堅持 不論我們秘密遊戲玩得再多 她也不讓我親嘴 也不讓我插入 我看著她起身 背對著我用面紙 擦拭夏陰 心中勇起一股寂寞感 我應該是喜歡上這個大我幾歲的小姐姐 但是雖然她總是命令我做家事 還會站著體格又是打我 但每一次的秘密遊戲 我總是希望時間能夠停下來 肚子餓不餓 要不要吃東西 她這麼問 那時適逢發育期 肚子餓得特別快 我點點頭大 我回應 OK 過來我教你培根 我教你煎培根蛋 OK 培根 那是我第一次聽到培根這個詞 怎麼會 弄一下 What 我們穿好衣服來到廚房 只見林姐從冰箱拿出一包 超市買來的培根 這個很好吃喔 跟荷包蛋是一起是最強的組合 林姐把平底鍋放到爐上 熱鍋後 直接把四片培根放入鍋中 他們衣服有穿起來吧 有啊 不用放油嗎 不用喔 這樣不會黏住嗎 如果是不沾鍋的話 所以不沾鍋喔 好好好 我看著鍋中的培根被煸出油來 在熱鍋中滋滋作響 偶爾油爆而噴起熱油 讓我不敢站太近 但林姐卻把我拉過去 不可以怕熱油 不然煮不出好吃的飯喔 她用筷子給培根翻面 等到油夠多時 就舉起鍋子搖晃幾下 剛開始是翻培根 接下來是炸培根 這樣才好吃 看到那四片薄肉 竟然會流出這麼多的油 真讓我不可思議 而培根的香味充滿廚房 更是讓我食指大動 等到培根有點焦鋼之後 就夾起來到盤子上 然後打兩個蛋 那單手打蛋的技巧 讓我心生向往 向往什麼啊 你是想要跟她一樣很會打蛋 還是你想要上往她的手啊 還是想要被她打蛋蛋 啊 蛋蛋 蛋白吸收培根的油而變得飽滿 林姐還特地煎久一點 讓蛋白邊緣焦脆才起鍋 你知道嗎 荷包蛋其實是最困難的料理 沒有一個廚師能做出滿足所有的荷包蛋 因為大家都有各自喜好的熟度 與調味料 我特別喜歡做這種邊緣有點焦脆的半熟蛋 好好學起來以後再做給我吃 林姐在荷包蛋上撒鮮胡椒 再倒一杯綠茶 我們就端到餐桌上開動 我第一次吃到培根 香氣四溢又鮮鹹可口 跟清脆的荷包蛋配起來非常合 沾著蛋黃汁也很好吃 培根熱騰騰的也很好吃哦 但放涼以後會變得脆脆的也不錯哦 林姐我還要吃 馬的很屁孩的 好屁孩的對話 不要吃太多晚餐會吃不下 當小點心就好 後來雖然林姐也有在教我其他料理 但作為晚餐前的小點心來講 還是培根蛋居多 我們常常在秘密遊戲後煎培根蛋來吃 下廚的都是我 有時候甚至晚餐還會再煎一次培根蛋 無論是假吐司還是炒到白飯上都很適合 我們還會試吃不同的調味料 胡椒鹽 番茄醬 醬油或美乃滋都很適合 只是那時候我技術不夠熟練 常常把蛋黃弄破 讓林姐不高興 因為如此我在自己家裡也常常練習煎培根蛋 好吧 工具人 不然變料理文章 料理文章 黃氏文雄有解釋 名稱就叫愛愛玩後吃什麼 所以當然會 隨著期末逐漸逼近身為考生的林姐越越忙 有一天父母要我不要再打去 不要再去打擾林姐 等考完試以後再去找她 小的秘密遊戲我對林姐的思念越發嚴重 總是在夜裡回憶著林姐自慰 同時也練習煎培根蛋希望能吃 希望能她吃得開心 這個有錯字 有希望她能吃得開心 對 經過漫長又交心的等待 林姐終於確定未來的高中後 我接到來自林姐的電話 她說現在父母不在家 要我現在過去 我們現實有一種默契 預管今日的秘密遊戲會不一樣 唉呦 今天要 喔 一進到她家看到好久不見 穿著居家服的林姐 我立刻抱住她 哇靠 猴急的呢 我們緊緊擁抱圍著彼此的味道 懷念的差點讓我哭出來 哇 迈手在她的胸部 雙手緊緊摟住她的細腰 小弟弟早已堅挺的頂在她大腿上 靠你這馬的 也沒等我進浴室洗 她馬上帶我進去房間 鎖上房門 一言不發的脫掉彼此的衣服 我們赤裸的側躺在床 吸潤了彼此的性氣 她含著我的龜頭 我也吸著她的陰蒂 像是太極一般 感覺你終有我 我終有你的心靈交融 這不就六九啊 文青版的六九 文青版六九 太極 很快的我們都達到一次高潮 林姐很稀奇的喝下我所有的精力 但尚未平息的幸運 人在渴求的雙方的肉體 我張開林姐的雙腿 壓到她身上 眼神訴說的 什麼 好難啊 眼神訴說的 渴望更深層的交合 林姐有些猶豫 但我知道她也希望我的進入 為了不讓她反悔 我趕緊朝陰部頂進 我慌張的亂頂 卻對不準正確的入口 直到林姐下定決心讓我滿足 伸手引導我的小弟 停進了夢寐以求的小穴 等一下這個是獅 花盡不曾圓客掃 蓬蒙金屎味菌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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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腦中浮現這首詩 哇靠 感謝林姐終於接受了我 盼望這天好久 她的肉血 火熱又濕滑 我的小弟弟 好像深海游泳的鮪魚 不斷的向前挺進 我的動作毫無技巧可言 毫無技術可言 只是單頓 呃 只是單頓呃 單調的扭腰猛撞 她像是在看一隻小狗般 眼神連耐地承受我的動作 忘我的扭腰 扭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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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腰三次 不知不覺 閉上雙眼 心還感激地體會這過程 真的該感激 就算腰部感到痠痛 我也停不下來 不久 我就在林姐的肉血裡射精 無力地趴在她身上 啊 不能射裡面啊 她有點困擾地說 你這壞孩子 要去懷孕了怎麼辦 一開始就中出了 真的是 對不起 我忍不住 她遺憾地看著我 摸摸我的臉頰地說 算了 以後你跟其他女生做 不可以隨便射在裡面了 可是我只想跟林姐做 喔 那以後要跟我結婚嗎 咦 我驚訝地抬起頭 對一個國小五年級的孩童來說 這是非常遙遠 又沒有真實感的未來 其實我覺得 對小學生來講 他們可能也沒有想那麼多 他們都會說我要 知道嗎 嗯 這個時候現在在考慮 以後那可能是 國中高中的事情 你知道嗎 對 以前在辦家家酒的時候都很愛講 對啊 我說笑的啦 林姐苦笑的說 先這樣不要動 我還想多感覺你一會兒 她雙腳夾住我的屁股 不讓我拔出來 然後緊縮陰道肌肉 夾吸著我稍微軟化的肉幫 過不久 我的小弟弟又完全硬起來 都試了兩次了還這麼硬 對嗎 對 哈佛的媽媽 好 林姐我還想要 對 真拿你沒辦法 好吧 這一次換我在上面 人生第一次的騎乘味 我爽到哀叫求饒 她抓住了雙手 雙腿夾住我的下半身 像是駕馬騎乘般 這是要那個發出那個馬的聲音 然後那種聲音 咯咯咯咯咯 林姐玩得好快了 我差點被炸到精進人亡 精進人亡 本來我練習到能煎出完美荷包 但想要做給她吃 但是我完全忘記點心 就這麼做到林姐的媽媽回來 才趕緊穿好衣服出來開門 好危險喔 真是 有天我本來還以為 能夠再做好幾次 林姐卻消失了 爸爸說 林姐的父親欠了一筆賭債 當晚幾下前條了 啊 什麼 怎麼會突然間惹這個故事啊 他們只帶走簡單的行李 家裡面留下一堆家當 後來被討債的人 翻得亂幾八糟 到哪去了 爸也不知道 辛苦考上了高中也沒就讀 整個家庭就像人間蒸發般 我再也沒有林姐的消息了 這故事聽起來有點小悲傷 對 可是接下來 喬莉根本就一點不在乎的樣子 聽完我以林姐的故事 喬莉騎在我身上說 你覺得我跟她哪個比較好 當然是你囉 真的 真的真的 未來就算那個林姐 原嬌妹 還是你大學時的前女友回來 都不會再複合嗎 成慧只是一屆情 成慧只是一夜情 絕對不可能 林姐早已音訊全無十幾年 大學時的前女友 確實讓我遲疑了一下 那我現在有僑莉 不可能再回頭 我只要你 不會再找其他人 我們 維持交和的姿勢 立下誓約 絕不花心 玩 這個玩是怎樣 愛愛玩吃什麼沒了嗎 對 維持交和的姿勢 我覺得那個 林姐 男主角對林姐有點過分 整個人家庭叫人間真媽一樣 再也沒有林姐 可是你把這個 說他討債這件事 我覺得有點好慘的感覺 你知道嗎 感覺也要幹完他就跑 你知道嗎 有一點 好吧 對 希望他那個什麼 到最後有還好債 你知道嗎 畢竟是 畢竟 畢竟人家是那個阿福的媽媽 應該可能最後嫁到有錢人家裡面 你說長得像狐狸啊 所以我們現在腦袋裡面都是那個樣子 你知道嗎 我找一個狐狸跟女生的照片給你看 像狐狸般的女生 那不是就是那個 那個誰 台中市長的女兒 不是 就是那個 丹鳳眼那種 那個什麼花木蘭型的那種女孩子 就是 好啦 OK 好啦 差不多啦 黃氏文雄說 一個偏商 結束 下週成會會回來 OK 好吧 晚上 3點13 你看人已經少到47個人 你知道 念個那個小黃文就跑掉一半人 你知道 哈哈哈哈 好啦好啦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聽 我們真的今天弄很久 你知道 講超久 對啊 OK 晚安啊各位 差不多了 晚安啦 拜拜 大家再見 拜拜 喔 關 要停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有一個女孩叫甜甜 從小鑫站在湖外邊 還有許多小朋友 小情小愛又強烈 這裡的人情最溫暖 還要提升 你們贏得到這次 到小 Promoc了 也要進行 其實這次